大家好 , 又係我 Patrick 今日 , 吾同大家講金和銀 我一向對科學 , 太空 , 神秘學十分有興趣 近半年 , 我留意到一個天外來客 他的到訪是違反了一般天文現象 更令到很多天文學家難以廢解 我發覺 , 無人用廣東話介紹這位天外來客 於是 , 我用了幾個月時間搜集多方面的資料 務求解開這位天外來客的神秘面紗 如果大家喜歡聽我說更多不解之謎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事不宜遲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不解之謎一 今天 , 我要講這位天外來客 就在 2017年 10月 當天文學家檢查位於夏威夷的泛星計劃 1號望遠鏡數據時 他們發現在距離地球大約 0.2 個天文單位的地方 發現一個極為特殊的天體 它有10倍比平常飛行物體更為反射 不停閃耀 通過對其軌道的初步計算後發現 這個天體圓一條偏心率極高的雙曲線軌道移行 即是它的軌道是橢圓形非常扁 所以肯定它不是普通一個小行星 或者是一個來自太陽系遠端的瑞星 我們先了解一下瑞星有什麼特性 瑞星是比較小的星體 由冰塊 , 塵埃和氣體所組成 瑞星是太陽系中最少的成員 他們以偏心率較大的橢圓形軌道 環繞著太陽運行 但天文學家經常仔細觀察後發現 這個天內來嚇是沒有尾巴 亦都不具有瑞星 所應有具有瑞星的結構 這意味著它應該不含水或冰 故此肯定這個不是一個普通瑞星 而且瑞星軌道雖然扁 但亦都沒有它那麽扁 它的軌道之扁是超過目前已知太陽系內所有星體 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 它應該是一夥來自太陽系以外的天際星體 作為人類觀察到太陽系第一個星際天體 由於它首先被夏威夷天文學家發現 當地用夏威夷著為它起了個名字 名叫奧麥麥 奧麥麥 奧麥麥的意思是來自遠方的順差 大家留意它的運作方式 它以不規則不停翻動的方式穿越太陽系 奧麥麥最令人浮上年偏就是它的獨特外形 平時我們見到天體大多數都是圓球形 就算那些質量小,達不到流體力的平衡 不可以成為規則的球體 但至少都像個馬鈴 但奧麥麥的外形整體好似一個雪茄或飛薯來源 它的寬和高大約有30米 而長度將近有20米 它以不規則不停翻動的方式穿越太陽系 並以0.16天文單位的距離從地球身邊飛過 當奧麥麥接近太陽時, 以它的體積應該被太陽引力吸入而消毀 但奇怪的是, 奧麥麥整體上 經過幾乎90度直角轉彎繞過太陽 然後加速離開太陽系 它似乎有目的飛近太陽 而吸收太陽能量 但奧麥麥並不是好似我想像那樣飛行 前面我講過 它的亮度存在明顯周期性的變化 就因為它實際上是邊打滾邊前進 除了獨特外形以及詭異的前進方式外 天文學家通過對奧麥麥軌道的分析發現 它在當時一個月前 已經距離太陽最近的近日點 速度到了驚人匯秒88公里前進 當它再加速離開太陽系時 奧麥麥的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逃離太陽系所需的宇宙速度 而天文學家現在就不知它去哪裏 有科學家懷疑 而奧麥麥是外太空飛船到訪太陽系 對咯 , 這集是不解之謎的第一集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 點讚 , 按下小鈴鐺 請睇廣告 , 並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天文學家推測奧麥麥應該來自於25光年外的星座 而現在正在向著飛馬座方向飛去 正在天文學家目送奧麥麥遠去的時間 天文學家意外注意到 奧麥麥表面是呈暗紅色的 構成材料可能是岩石 , 金屬 奧麥麥好似吸取太陽能量之後飛得更快 似乎有額外動力令到它產生加速 這發言令到天文學家再次引起外星飛船的想法 在2021年3月地球物理研究行星期刊上 有研究員提出有關奧麥麥起源的最新解釋 他們認為奧麥麥上面的冰可能不是輕 而是更重的淡 估計有些固態淡覆蓋著太陽系外的一伙矮行星上面 就好像冥王星那樣 研究員估計 突然有一天 這個矮行星遭受到一次巨大撞擊 導致一片包含淡冰的碎塊飛展出來 這片碎塊經過漫長的旅途到達太陽系 科學家認為奧麥麥由於經過數億年的太空漂泊 它的表面似乎已經被宇宙的射線輻射成暗紅色 這意味著構成 奧麥麥的材料可能是岩石 , 金屬 , 固態淡 而它不是太陽系的垂星由冰塊 , 塵內 , 氣體所組成 固態淡在25K左右開始升華 所以當奧麥麥靠近太陽附近時 其表面淡冰開始加速升華並會產生一定的噴氣 雖然這個過程不會好像瑞星一樣能夠被我們探測到 這個被稱為火箭效應 它產生的火箭效應已經足以為它提供額外動力 這項分析算是關於奧麥麥目前最新的 可能亦是最可教的一種解釋 隨著奧麥麥離開太陽系飛向飛馬座 天文學家認為奧麥麥只是太陽系的一位過客 可能我們永遠都不會再見到奧麥麥在太陽系出現 不過最近天文學家終於追蹤奧麥麥 出奇地發現它正在傳出神秘的信號 這些信號是非常穩定 而且不斷重複 似乎信號是由奧麥麥有意地發出 這些信號是否發給地球呢 科學家正在努力將信號解碼 他們估計這些信號有機會由外太空高等文明發出 究竟裏面有什麽含意 但有些科學家認為 這些信號可能來自輻射或其他天體自然現象 但這些信號肯定有掀起天文學界的熱烈討論 我希望能夠在很快的將來清楚了解這些信號 不知大家覺得奧麥麥只是一塊來自外太空的石塊 或是好似它的名字 奧麥麥來自遠方的信者 如果大家喜歡我講多些不解之謎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我覺得這些不解之謎一定有答案 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喝咖啡的話 香港的朋友可以掃描左邊的滬風銀行Payme 或者掃描右邊的支付寶 而海外的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喝咖啡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我的會員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給我做片很大的動力 請按鈴鐺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睇 請睇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